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有9个地方政府专光局处 122个团体 241个工作人员 也是近来最多人数参加的一次 可见对日本市场的重视 台湾虽是日本旅客出国的首选 但旅游景点往往限定在本部 这次包括花东以原住民表演 中海岸风景 吸引日本民众认识台湾东部军免外 云林也以布袋系故乡为主题 赶出古典戏偶 Q版戏偶 霹雳大型戏偶等等 甚至cosplay霹雳布袋戏的角色也当成演出 让日本民众惊艳台湾传统体育与时俱进的变化 观光局刘喜林副局长表示 明年元宵节云云灯会 高雄这次推的自己免食 甚至包括各地小吃 台湾的特色早餐 都是这次旅展台湾向日本人众推荐的正点 希望扩大日本游客来台的日游体验 这次包括像高雄他们有推出这个所谓HOT 也就是人情味以及B级美食这样的概念 那特别云林县政府由县长签字出席来推销2017灯会在云林 这样的概念 当然台湾的水果我相信也能够吸引日本的民众 那特别是台湾的这个耳道地的这个小吃 美食那尤其是各省市政府现在也希望能够透过早餐 这样的一个概念让日本民众来体验 因为每个地方的早餐都不一样 那我相信包括像台南的这个生炒牛肉汤啦 我们的这个烧饼油条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特色 我相信透过在地化的一个包装 能够让日本民众有不同的体验 在美食方面根据经济部台湾餐饮推订办公室 在现场所做认证 多数日本民众来台是为了吃美食 尤其是日本少有的路边摊 日本民众都想尝试 不过台湾美食知名度 还是以小人包 韩国边作为艺人手指 所以这一次 台湾餐饮推动办公室 以及中卫发展中心 同种了一些有特色的台湾老店 制作有日文首册在现场发送 希望日本游客多去发掘台湾隐藏版的美食 现场也有豆干、化身辣椒、南果干、南果固定等试吃活动 希望扩大日本民众对台湾美食种类的认知 千昌市议员上田宽宏 也利用假日跟家人来展场 因为千昌江之殿平交道 是漫画灌篮高手的场景 成为台湾旅客最爱拍照的景点 上田宽宏希望千昌能够跟台湾地方政府 作为姐妹室 促进更多交流 来月台湾に行く予定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たくさん行きたいところが紹介されていて迷ってしまいますが 一番行きたいところは9分 千と千尋の神隠しの舞台の9分に行ってみたいのと あと食べたいのはやっぱりマンゴーが食べたいですね台湾の それと台湾のマンゴーのかき氷 雪のようなそれを食べてみたいの 鎌倉の江の島電鉄と台湾提携線も有効鉄道になったから やっぱり街と街でパートナーシティ 姉妹都市のような活動もできたら もっと台湾とのつながりが 私鎌倉の市議会議員ですので 作れると思うので ぜひ台湾のどこかの街の方々と そういった交流も密に深めれたら やはり多く過台湾多次的人 愛吃臭豆腐、米線、飯糰等 少少日本人知道的食物 也有攝影家愛拍台湾原住民風情等等 透過這次展覽 要如何將台日互訪人次的密差数字縮小 相信各省市將會推出更有效的做法 將日本遊客訪談的深度、廣度更加擴大 台湾新聞東京報導